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清雨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8月17日首次公开提到 共同富裕下令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回报社会 专家分析习近平此言意味着中国有钱人厄运来临 当局实际打着共同富裕的名义 要以强制的手段进行财富再分配 上演现代版打土豪分田地 割富人韭菜 现代版打土豪分田地 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会议的核心是研究促进共同富裕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问题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 矛头指向中国的高收入人群 他首次提到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同时习强调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 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会议提到 调节过高收入的途径包括 加大税税收 社保 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 人群和企业回报社会之前 中国已经开始收割中国民营企业 阿里巴巴 蚂蚁集团 腾讯 美团 滴滴出行等网级网络巨头接连遭到打击 教育培训机构也被勒令转型或被迫关闭 国际民退的节奏明显加快 中国经济衰退 富人成韭菜 唐靖远分析说 中共此次公开把镰刀指向中国有钱人 有两个背景 一个是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寒冬 中共统计局16日公布7月经济数据 几乎全部都比悲观的预期更差 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17日应声下跌 当天 大陆经济学者任哲平在微博发表长文指 拉动中国GDP的三驾马车 消费 投资 出口 全面放缓 中国经济正从智障走向衰退 另外 大陆财经专栏格隆会日前发布官方统计数据 今年上半年 中国31省市仅上海出现财政盈余 其余30个省市均存在收不抵制问题 显示中共地方财政资金严重匮乏吃紧 与此同时 美国主流舆论也开始报道 牺牲东降 对中国经济前景不看好 二是中国失业人口增多 影响社会稳定 中共总理李克强8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到近期中国多地爆发疫情和严重的洪涝灾害 加之大宗商品价格暴涨 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 面对新挑战 各地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李克强声称 未来五年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要把就业摆在优先位置 促进吸纳就业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早在今年3月 李克强在中共两会的记者会上曾说过 就业对一个国家 对一个家庭可以说都是天大的事 他坦言 去年在疫情肆虐的时候 当时很多街面上都见不到行人了 多数店铺都关了 当局最担心的就是出现大规模的失业 唐靖远认为 以上两个背景显示大陆经济的困局无解 已经造成数量巨大的失业人群 很多人可能在未来连温饱都成问题 这个巨大的包袱已经成为中共社会维稳的地雷 他表示 中共试图通过割富人韭菜来缓解经济危机 同时稳住巨大的失业人群或低收入人群 防止即将到来的经济萧条中出现大规模社会动乱 唐靖远直言 这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官方公布的全文用词都没有量化 什么是过高收入 什么是合法收入 全都没有标准 这给中共在具体调整过程中极大的弹性 说白了就是基本上可以随心所欲的割富人韭菜 以上的新闻内容由新唐人记者罗婷婷综合报导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